1997年9月21号 这个惨痛的日子 将永远的铭记在新疆人的心底 这个纵火的恶魔 他的名字叫做徐庭剑 今天这期节目当中 老刘就给大家讲一讲 这一期案件的始末 就在9月21号凌晨5点20分左右 位于福建省晋江市 陈地镇横满村的御华制协厂 忽然是浓烟滚滚 火光冲天的 火灾的一目击者 御华厂杂工徐庭剑 在实施灭火失败后 冲到二楼 顿时呼叫声哭喊声 惊叫声响成一片 坐在二二三楼的近80名员工 如热锅上的蚂蚁 是东奔西突兀的 这时候浓烟和热浪 就像巨大的蘑菇云 在御华厂的上空升腾 处在二楼15名员工 蜂拥挤到了楼梯口 无奈之下 坚固的铁门和浓浓的烟雾 把他们逼了回去 有的来不及回头 就栽倒在了楼梯口 永远跨不出这道地狱之门了 三楼通往阳台的一道铁门 和四周的窗子 挤满了呼救的打工仔 打工妹 在铁栅栏的把持之下 五十多名打工仔 打工妹 就如虎球牢笼 活生生的忍受着热浪的煎熬 5点46分 进江市消防大队值班师 接到报警 大队长陈福元 集中全队的47名官兵 分成八部的战斗车 向着火长挺进 同时紧急的向泉州市消防支队和进江市政府报告 泉州市消防支队接到报告之后 立即调动了里城大队两部战斗车 16名官兵增援 支队长肖祖力 政委王树奇 亲临火场 组织指挥灭火战斗 8点10分 远在省城福州的省消防总队机关 也拉响了紧急的警报 战训处防火处技术处等相关的五个处市 十多名专业的干部 在富济城总队长的带领下 在当天上午就赶到了现场 6点03分 进江市消防大队 八部战斗车就赶到火场了 他们与先期到达的陈地震 专职消防队会合 采取先控制后消灭的战术 当陈福元大队长得知 二楼三楼数十名员工被困楼内 立即改变战术 决定实施救人第一的战斗方案 把战斗人员呢 分成三个救援小组和两个战斗小组 开始了救援灭火的作战 一中队的指导员潘文才 带领第一战斗小组 从厂房东侧出四支水枪向火场射水 同时掩护抢救小组实施救人 防止这个火势呢向东侧的商店扩散蔓延 二中队的代中队长谢文川 带领第二战斗小组 从楼西侧呀出三支水枪向二三楼射水 同时掩护救援小组实施救人 根据被困人员大部分集中在三楼的西南侧 和二楼东北侧的情况 在战斗小组展开的同时 大队长陈不远命令排长郑一信带领第一救援小组 在战斗小组的掩护下 从东侧商店的房顶上靠近厂房二楼窗户 用液压剪拆开了防盗网 郑排长是第一个跳了进去 顿时消失在烟幕之中 快把水枪和手电筒递进来 听到喊声一班长猴志紧跟着从窗口爬进了二楼的火场 一条巨龙击退了扑连袭来的热浪 可是随后迎来一团一团的浓烟 手电光就被烟雾给吞没了 人在哪里人在哪里啊 郑排长和小猴高声的喊叫 有一点火场嘈杂的声音 到了一张烧红的铁床下 顿时啊 浊心的疼痛啊 就从他的手心传遍了全身了 小猴快进来 这里有床肯定有伤员呢 于是两个人在铁床上就开始搜寻起来 果然在床底下 他们摸到了三个已经奄奄一息的伤员 他们两个依然的把空气呼吸器让给两位女伤员 让另一位伤势烧清的男伤员带着女伤员顺着水袋爬到了窗口 在接应人员的配合下 第一救援组共从火场上救出四名伤员 二中队代理副指导员王向阳在火灾发生前 因为维修教练车头部被砸伤 医生让他在家休息 御华长发生火灾之后啊 他是主动请英并且担任第二救援组的组长 根据火灾的情况随后赶到 并且接任了火场总指挥的全州市消防支队支队长 萧祖力决定 第二救援组啊 就从这个东侧的商店的房顶 利用二级拉梯突破三楼阳台 借助水枪掩护用切割机破拆铁门强行的进入楼内救人 六点十六分 王副指导员成功的就从三楼救出了第一位女伤员 三班副班长陈兴雨 一班战士黄寿安根据救援组的意图沿着这个枪根进行搜索 忽然这个小黄啊就摸到了一团黏糊糊的东西 立即向陈副班长报告 陈副班长断定啊 这是一堆足有五人的尸体啊 那一团黏糊糊的东西是什么呀 那是被大火烧爆的肠子呀 但是救援组觉得 这下面说不定会有幸存的伤员 陈副班长是毫不犹豫 抢先搬开上一层一具具的尸体 果然在最底层摸到了仍在深沿的伤员 最后第二救援组在外围战斗小组的配合下救出了五名伤员 大队参谋林端纯带领第三救援组从三楼房顶西侧 突破了女儿墙 利用挂钩梯从三楼的窗台用液压剪破柴进入 于6点25分成功的救出了一男一女两名伤员 与此同时啊 11部消防车形成合力东西突破左右夹击 6点30分火势得到了控制 7点07分大火被扑灭了 这场大火呀 尽管消防部门战术运用的准确得当 有效 只用一个多小时就扑灭了集海绵塑胶 并散发出来的大量毒气的高难度 罕见恶性火灾 尽管我消防官兵骁勇善战 大胆无畏从火海之中救出了十一条生命 但是大火仍然造成32人死亡 4人受伤和80.3万余元的财产的损失 鱼烟鸟鸟失魂飘飘啊 一天前欢歌笑语 鸡声隆隆的玉华大楼 转瞬间留下满目昌疑 灰烟弥漫的残垣断啊 消防总队的总工程师林启森 防火监督部副部长刘锦春 带领总队的火调组 一头就扎进了火场 9月22号下午 从首都北京专程赶来的公安部 消防局杨志杰和沈文 两位高级工程师 也是火速的加盟火音调查组 9月26号 近江市公安局正式开始 受理这起纵火案了 在省公安厅刑警总队和泉州市刑警支队领导下 撒开大网 开始进行全面的侦查工作 提审庆村人员 追捕脱港的嫌疑人 暗访取证 排查 侦破工作 有条不紊的展开 这时候警方就开始询问 一个叫做徐庭剑的人员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徐庭剑 你第一个发现火灾后 做了一些什么 当时火不大 在一楼中部的一堆一平方米的成品鞋上燃烧 我提了一桶水 泼下去 火没有灭 我又去拿一个灭火机 但是不知道怎么用 这时候火开始烧大了 我便去叫睡在一楼的谢灯和 警方就继续问了 你从发现火灾到叫醒谢灯和前后间隔多长时间 徐庭剑回答说 大概有十分钟左右 提审第一目击者徐庭剑之后 刑侦人员逐渐就把疑点集中到了他的身上 为了验证徐庭剑所提供情况的真实性 晋江市公安部门花了数万元 做了一次模拟实验 结果不到两分钟 整堆成品鞋便化为灰烬 9月28号晚上 刑侦人员再次提审徐庭剑 他所编造的谎言一一被警方揭穿 在无可辩驳的证据面前 他终于承认这一场火灾 就是他自己所为 老刘想说呀 生与死之间可能仅仅就是一步之隔呀 徐庭剑用自己点燃烈火 烧毁了宝贵的人生和前程 那听众朋友们可能会问了 那是什么仇恨驱使他会把一个生机活泼的工厂 打入万劫不复的地狱呢 在这里呀 要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徐庭剑的家庭背景 徐庭剑是1979年7月21号上任的 加入四川省的河川市香农镇高塔村 小学二年级文化 据他自己介绍 从家里出门要走八个小时的山路啊 才能搭上公共汽车 家里很穷啊 仅有两间破漏的瓦房 尚有体弱多病的父母 下有一个年幼失血的弟弟 为了赚一点钱修房子 那一年8月16号 他单枪匹马来到晋江找工作 由于没有什么技术的专厂啊 被很多工厂拒之门外 幸亏啊 在御华厂负责保安的谢灯和呀 把他呢 给招进来做杂工 每个月工资仅700元 那御华厂呢 有一条规定 什么规定呢 工资呢 没有每月付清 工人需要时会向老板预见 愚者呀 是年底一次性的结清 徐亭建到厂里不久 因为染上喝酒和吃零食的习惯 他三天两头的 就去找老板娘许艳艳借钱 没借到钱呢 他就到隔壁的小吃店里去赦账 9月20号的晚上 徐亭建为了还小吃店的赦账 向老板娘要求借上100元 老板娘呢 并没有满足他的要求 只给了他50元钱 当天晚上 他听说别人在老板娘那里 可以借到1000元 而自己连100元也借不到 于是就产生了 报复老板的念头了 这真是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啊 21号凌晨5点多 徐亭建被蚊子给摇醒了 联想到借钱时候 老板娘对他那个白眼啊 再联想到自己来厂里一个多月 老板没有给他安排住宿 只给他一条草席和一床被子 让他每天晚上在一二楼打游击 他是越想越气啊 正在掂量着从何下手呢 恍然之间他眼前一亮 几个小时之前 一个工友啊 把一包烟和一个打火机 给遗忘在冲床底下了 哎 这时候他就想了 何不放一把火啊 教训老板娘一顿呢 于是他就拿起了一条海绵 顺手啊 就沾了一下 放在这个冲床边的机油 点燃之后就扔到了一楼中间的一堆成品鞋里 最终就酿成了这场惨痛的悲剧啊 俗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10月17号上午8点30分 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921纵获案件 一审判处徐庭建死刑 徐庭建不服提出上诉 11月14号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晋江召开宣判大会 宣判徐庭建死刑立即执行 一把烈火烧破了32个美满的家庭 给人间钦添了一个七七惨惨 如气如素的故事啊 新疆921特大火灾啊 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 9月22号 国务院办公厅 国家公安部 劳动部门等抽调工作人员 组成事务调查组 连夜赶到进江 福建省委省政府也于火灾发生当天就成立了921事故工作组 由副省长黄晓晶 潘新成分别负责进驻进江 在集中力量开展火灾原因侦破调查同时 对玉华鞋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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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鞋的生产管理 劳资关系的方面问题啊 进行了高起点全方位和多侧面的剖析和调查 这个玉华鞋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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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村的村民许燕燕 这个玉华厂啊 原本是一座简易搭盖的工厂 1993年发生一次大火灾之后 重新改建了 那工程设计图纸啊 没有报经消防部门审核 严重的就违反了消防规范的要求 就留下了触目惊心的火险的隐患呢 玉华鞋厂东面的 背牌商店呢给包围了 间距不到一米 南面呢与大片的居民住宅区相连 西面呢 金埃华星鞋帽之一场不到一米 从大门进去 左侧是办公室 右侧是堆积如山的成品鞋 再往里走啊 就是车间 一层呢 是存放着大量的海绵成品 半成品的鞋 和一些香蕉水 等易燃的材料 因而是烧的特别严重 四周墙壁被烧的黑脱皮了 成块的玻璃被烧成绒珠 铝合金矿啊 全部都扭曲变形了 当时这个火灾发生了现场啊 地上是一层厚厚的散发着腥味的血水啊 已经淡化了的鞋堆呢 仍然冒着清烟 据消防人员介绍 当二楼着火的时候 老板娘立即抱着毛毯呢 从紧急疏散门逃离了火场 由于有了这道救命门 居住在二楼的二十多名打工仔打工妹 除了三个人迷失方向 被烧死在楼梯口之外 四个人被消防人员救出 其余的人员呢 全部就从这个紧急的疏散门逃生了 但是与二楼不同的是三楼的窗口啊 全部都被防盗网给封死了 一个通往阳台铁门也被一把铁将军给把守 当这个大烟从楼梯滚滚冲向三楼的时候 正在熟睡的五十多名打工仔打工妹 慌乱一团 纷纷的向东北阳台方向逃命 无奈就被铁门给逼了回来 与随后冲上来的人员在铁门内就碰撞在了一起 据清理这个现场的消防人员介绍说呀 铁门内的尸体交叠了两三层啊 共有十一人在那里丧生 另有十八人死在窗台下 幸亏一位姓张的女工 用一把平时钉鞋的锤子敲开了两个防盗网 二十多人得以从那里逃离了火魔呀 七个人被消防人员救出 终于与死神擦肩而过呀 但即使这样 这一场大火还是造成了33人死亡 死人受伤的悲惨的结局 冯万海26岁 江丽明年仅22岁 江丽明呢是四战镇东兴村的农民 以承包经营小烟药店为主 他在农村生活过的朋友都知道啊 这种药铺哎就是专为这个这个村里人服务的江丽明年纪很小性格的很内小不爱说话 平时呢倒也没什么劣迹 家里这个小小的药店呢 就是农村乡镇里常见的那种小铺子 农民呢有一个头疼脑热 不愿意花钱务工去医院的话 哎就在这种小燕店药店里啊去买药吃 这铺子呢 赚不到什么大钱 维持一家生计啊 还是没有问题的 那江丽明为什么在年仅22岁的时候就从这个良民变成了杀人狂呢 社会上有一种说法 老刘说了 只是一种说法啊 不代表可能就是事实 说这个镇里面的这个卫生院的院长叫做侯称清 副院长百惠臣想让自己这个朋友啊 去承包这个小小的药店 不让江丽明他们家继续去干了 那能干吗 江丽明自然不愿意啊 哎 所以呢 就把这些人都给干了 这期间呢 江丽明啊 托人的从外地啊 进了一批药品 这药呢 不是从正规渠道来的 当时啊 乡镇的药店呢 基本上都这么做 反正呢 这药啊 不是假药 只说渠道这个来历啊 不太不太正规而已 因为这样呢 进药的价格比较便宜啊 这属于呢 行业的潜规则 一般来说呀 没什么事 可是没想到 这一次江丽明就被人的暗中给举报了 镇里的派出所的所长 周首方就将这批药品 全部就给扣留了 这样一来呢 江丽明几乎全部家当都砸进去了 也就等于破产了呀 他就怀疑呀 是这个卫生院的院长侯陈钦 副院长百慧臣 两个人 让这个周首方来整他 所以对他们的 可以说是极端的仇恨 换住一般窝囊点的人呢 恐怕就得自认倒霉了 关了药店 另寻他路了 可是啊 这些听众朋友们 应该清楚 东北老爷们这个性子呀 特别的顽劣 不是那么容易扶转的呀 被人欺负的呀 眼见呢 自己的生计被断了 年轻气盛的江丽明 就咽不下这口气 发誓呢 叫报复 他多次对妻子表示 要杀人 但是 自己老婆以为啊 这是自己老公 就说说气话 没把这个 当回事 冯万海呀 则完全不同了 他可不是一个普通的老式 这个小子 年纪稍稍大了一些 是当地的一个无业青年 除了帮家里开车拉客以外呀 平时呢 他都喝一群朋友 喝酒打牌 1995年的1月 冯万海就和朋友 曹学军 杨小民 在这个镇子上的帝王酒店里喝酒 几个人酒喝多了 闹出事来了 东北人呢 特别东北老爷们啊 都爱喝酒 没事都得整两口 酒后吵架干架 甚至最经典的一句 你瞅啥 瞅你咋地 哎 就能干一个头盔血流啊 这种事太多了 这一次也是因为这点小事 他们三个人就和临桌的这个 醉酒的青年 李玉芳 就干起来了 冯万海他们这边三个人 李玉芳那边啊 双拳难敌四手 在这个大斗当中就吃了亏 就被打伤了 而且呢 伤势啊 还比较严重 属于重伤 所以呢 李玉芳的家属啊 赶紧不打110就报警了 四战阵派出所所长周守芳立刻出警 就找到了打架这伙人 但是奇怪的是呢 这种严重的伤害案件呢 明显就是属于触犯刑律了呀 正常司法流程应该是 先将打人的这三个人给抓住 刑事拘留 然后交到法院进行刑事 这个起诉 对吧 但是奇怪的是 周守芳没有抓这三个人 只是让他们交钱 哎 做这个医药费 三个人也知道了 出大事了 立刻哎 麻溜的开始掏钱 每个人呢 拿出了三千块钱 这笔钱 那在当时 可是不是少数啊 因为那一年呢 工人平均工资是 也就是每个月呀 也就那么四五百块钱 几天之后 周守芳就告诉我这三小子了 钱 已经花完了啊 必须每人再给七千块钱 这个曹学军 还有杨小民这个家境呢 是比较不错的 哎 第二天立马啊 就去派出所把这钱 就给交了 但是这个冯曼海的家庭条件 可就不咋地了呀 全家紧靠 开北京 212这个吉普拉克为生 根本拿不出这七千块钱呢 所长周守芳一见到这个冯曼海拿不出钱 亲自上门讨要 被周守芳拦住的时候 冯曼海呀 正在开车拉克呢 在周守芳的索要之下 冯曼海之类同意呀 好吧 我回家取钱 但是这个周守芳怕他跑了 就让冯曼海驾驶出租车在前 自己的警车就跟在他的车后面 这个时候的冯曼海自然知道啊 自己家里拿不出这么一批钱呢 就决定啊 想办法开溜了 刚到冯曼海家门口 冯曼海忽然搜理一下 跳下车 汽车逃跑了 哎 这小子这可以去参加奥运会了 跑的那叫一个快呀 眨眼之间就不见踪影了 周守芳一见到冯曼海跑了 就把这吉普车给扣下了 开回来派出所 随后呢 周守芳啊 多次派人就去抓捕这个冯曼海 冯曼海吓坏了 只好躲在邻村 冯曼海家的生活呀 比较困难 全家就靠这辆吉普车为生了 车子被扣 就等于断了冯家的生计了呀 冯曼海跳车逃跑之后 其实啊 并没有跑太远 他白天呢 就在这个邻村去躲藏 晚上呢 才敢回家睡觉 这个期间冯曼海却看到了一件让他气愤不已的事情 他多次看到一同打人的两个朋友 曹学军 杨小民 就大摇大摆的在这个村子里面 晃悠来晃悠去 就和没事儿一样 冯曼海心里说 我擦他呀 怎么行呢 我怎么就被这个周守芳追成这个熊样呢 心里呀 特别不平衡 他认为 打人的时候是三个人一起动手的 现在呢 这两个人没事儿 反而就盯着他一个人抓 明显 就像是 抓他去顶罪呀 冯曼海就认定自己 拿不出来钱 所以就把罪责呀 都推在了他的身上 故意害他 冯曼海曾经呢 和很多人说 他家里人说呀 那俩小子给钱 到位了就没事儿 我没钱 这群警察就这么整我 所以呢 这个冯曼海呀 对这周守芳 还有那两个同案犯 那这恨之入骨啊 发誓就要报复了 吉普车被扣 冯家没有办法生活 就只好想办法去赎回来 八个月之后了 冯曼海的哥哥冯万江 找到周守芳 就去说好话 求情 他说呀 这个车呢 是家里的 不是冯曼海一个人的 希望啊 我能拿回去 这个周守芳 倒是没有赶进杀局 当场表示 行 车 可以拿走 但是呢 你得给我交一笔钱 这个 冯万海他哥冯万江就问了 交什么钱呢 你得给我交一笔 一千二百元的停车费 华操 这罚款 七千块钱没交呢 又交了一笔 一千二百元的停车费 后来呢 这警察处理这个善后的事宜的时候 也明确的说 收这个一千二百元的停车费呀 那是没有什么法律的依据的 属于乱收费 至于长期扣着这辆吉普车 也是没有道理的 这个车呀 并不是冯万海的个人财产 这时候冯家就已经几乎接不开锅了 只能东拼西凑的 就借了一千元就交了过去 没想到呢 这个周守芳收下这一千元之后 却说 不行 还有二百块钱呢 我这车子不能给你 什么时候你们把钱我凑足了 什么时候 我才能把这个车放给你们 二百元虽然不是很大的一个数字 但是这件事 却深深的刺激了冯万海呀 冯万海就咬牙切齿 切齿的和家人说 我要行的时候 比谁都强 不行的话 我就去杀人 话说呀 之前讲这两个小伙子 可以说是血红眼睛叫报复啊 哎 这俩小子一个仇家居然碰一起去了 在这个村子里边躲藏的时候啊 冯万海无意当中就遇到了这个江丽明 江丽明和冯万海本来呢是认识的 但是呢 只是点头之交 算不上是什么朋友 这一次两个人同时有了周守芳 这同一个仇人自然就是一拍即合互相给对方撞胆了 在1995年7月一次相遇之后 两个人多次就在一起喝门酒 这个冯万海和江丽明啊都是性格暴躁 刑事偏激的人 再加上都是血气刚方方刚二十岁出头 正是做事啊 不考虑后果年纪 他们凑在一起 一下子就变得更为偏激 更为极端了 他们都觉得仇人太多 逼得他们活不下去 几次商业之后 两个人就决心要整个大的 死呢 要拉着几个垫背的 用他们的话说呀就是 你不让我活 我也不让你活 于是两个人就决定采取极端手段 报复闹事寻死 死前能把事情搞多大就搞多大 从1995年9月开始 这两个人呢就整天凑在一起 就研究这个报复的计划 可以说是形影不离呀 江丽明连家里这个惨淡形影的药店 都放手不管了 去他奶奶的了 现在一份心的就想要杀人呢 说起来这两个人呢 其实不是草包 也不是那种随便拿刀上街乱砍的主 两个人其实挺有头脑的 尤其是一个年纪小一点的江丽明啊 那个脑子呀 转得很快 还有主见 他认为 反正咱们都不准备活了 这辈子最后一件事 一定要好好准备 准备不好 绝对不能动手 所以两个人呢 精心的做了准备 包括准备武器 进行训练 选择作案时机 哎 为了做这个大案呢 两个人进行这个身体锻炼健身呢 哎呀 气节锻炼呢 啥都干呢 话说放到今天呢 最难搞的是武器 他现在连打气球的气枪 哎 你都弄不着 对吧 但是在1995年的东北 我经常里讲大案 各位听众朋友都知道 弄到枪支啊 不算啥难事 我们国家在1996年呢 才正式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枪支管理法 要求呢 收缴民间的枪支 在这之前呢 民间是有大量的合法的枪支 根本呢 不违法 经过登记 在办理持枪证 就可以合法的购买猎枪和子弹了 东北三省啊 很多人都有枪 尤其是黑龙江最多 江丽明家也有一支啊 双筒猎枪 是在1993年合法购买的 江丽明认为 两个人才一支枪 这不够啊 而且呢 双筒猎枪 一次只能打两发子弹 需要再搞一支 先进一点的 我说了 搞枪并不是很难呢 东北市面上 那很多这个用于射击训练的小口径的步枪 也是可以合法进行购买的 江丽明出钱 轻轻松松的就买到了一支小口径的步枪 这种枪 这种枪可比那个双管猎枪威力要大的多了 可以装11发子弹 能够连续的单发射击 火力的这个持续性很好 但是这个枪也是有很多缺点的 子弹口径较小 威力不大 不打头 不打心脏啊 往往不能一枪致命 搞到了两支枪 接下来呢 就得需要什么了 需要搞弹药了 买这个小口径步枪的时候 卖家很快很爽快的就送了200多发子弹 那么需要搞的现在就是大量的猎枪子弹了 11月11号两个人就来到了赵东市的一家 这个鱼具的和猎具的一个销售的商店 什么证件都没拿出来 但是就拿出来这个 哎 人民币就好使了 很轻松的就买到了近300发16号的猎枪子弹 这种猎枪子弹威力可不一般呢 近距离一枪啊 就可以打倒那些什么大猪大象啊 那不行 一般的牲口近距离能给干倒啊 那人就更不用说了 后来警方发现呢 这个商店呢 根本就没有出售子弹的这个资质啊 话说买到子弹之后两个人又开始训练了 哎 这为了做这个大案呢 真的是这个用尽了自己所有的这个这个头脑脑力体力啊 一开始呢 两个人呢 是躲在一处没有人住的这个房子里面 用空枪反复练习 瞄准射击 还有这个迅速的装弹这些技能 连了三天 两人觉得 哇他可以出师了 水平差不多了 两个人呢 又开始进行了这个其他的训练 两个人钻进附近的深山 苦苦练枪啊 这样又练了四天 两个人的枪法 还有了极大的提高啊 毕竟呢 他们不是去打仗 只要近距离一枪撂到对手就可以了 在达到这个水平之后 两个人就开始寻找机会下手了 客观来说 这两个人的社会危害性啊 比那些武装抢银行的团伙 还要大得多呀 你说这个一般的杀人犯 目里也就是个杰个财 哎 杰个色 不见得就非得杀人呢 就算是抢银行 只要那个银行员工不抵抗 一般这个劫匪啊 也不会痛下杀手 歹徒呢 所有的这些 这些做法 无非为了钱 为了色 如果你是报复某人 那歹徒呢 往往也不会伤疾无辜 将仇人给干死就完事了 但是这俩小子可不通啊 他们就是为了闹事寻死啊 除非被警方击毙 不然 他们可不会停止杀人呢 用这俩小子的话来说 就是什么呢 能杀多少算多少 杀到杀不动为止啊 哎呀 还有我 一般的杀人犯呢 会顾及自己的生命 不敢 太豁出去 穷凶极恶的歹徒 比如说我先讲过的白宝山 这一类的 也挺多呀 就是偷偷杀人 或者杀人就跑得无影无踪 但是这俩小子呀 从一开始就没准备跑啊 压根就没想再留下性命 所谓有一句话 大家耳熟能详 他叫什么呢 胆大的 怕横的 横的怕愣的 愣的怕不要命的 看来呀 这一场腥风血雨呀 注定就要爆发了呀 11月18号晚上 18点钟 两个人经过多次踩点和观察之后 发现绝大部分的仇人都在家中 两个小子就决定要下手 因为没准备活着回去 他们特别肆无忌惮 就像这个今天可能听众朋友知道的叙利亚一样 哎呀 两个人哪 是公然扛着枪背着枪就出门了 杀向了仇人家中 根据这两个小子约定 先杀光江丽明的仇人 然后再去杀冯万海的仇人 江丽明第一个要杀的是谁呢 是他的情人侯春华 哎 怎么没事呢 因为江丽明啊认为呀 这个女人玩弄了自己的感情 骗了他不少钱 以后就不理他了 这个女人该死 两个人持枪过门而入的时候 发现这个侯春华呀 不在家 他的丈夫 李永斌 弟弟李永军 还有三个朋友 李国臣 罗继张 王永发正在家里啊 搓麻将呢 江丽明 这两个小子二话不说 上去就开枪啊 碰碰 两发威力巨大的散弹 立刻就将李永斌和他的弟弟 李永军打的是血肉横飞 当场丧命啊 剩下这三个人 见到这俩小子 上来开枪就杀人 吓屁了 全都堆在地上趴着 一时之间就连求饶都忘了 冯万海这时候就问江丽明了 怎么办呢 这几个人怎么处理 江丽明咬牙就说 全都杀了 冯万海说了 我们也不认识他们 无冤无仇的也杀嘛 江丽明恶狠狠的说 你是不是傻呀 如果不杀他们 我们刚收这个门 他们就会报警 警察马上就会调动部队 来追我们 就我们这两杆破枪 能和人家冲锋枪拼吗 咱们马上不得死啊 还报屁仇啊 就算他们倒霉了 冯万海只好点了点头 拿起这个小口径的步枪 对准余下了三人 连开了十一枪啊 砰砰砰砰砰 不然我也插不过来这个数了 这四个倒霉鬼啊 就因一场戳麻将 断送了性命啊 第一轮呢 这俩小子就干掉五个人 这还只是刚刚开始啊 见了血了 这两个歹徒更加的兴奋了 更加的嚣张了 他们大摇大摆的 拿着枪就出了门 走到了十五米外 另一个仇人 叫做萧洪伟的家中 当地村民睡觉前呢 没有关门习惯 尤其是吃饭的时候 都是开着门的 这俩小子呀 从大门 哎大摇大摆的就直接走了进去 话说萧家的一口四口人呢 一家四口人呢 正围着一个桌子吃饭呢 吃正香呢 冷不丁的就听到耳边 砰砰 响起猎枪声 可怕的散弹呢 当场就将全家四口人 打翻在地 见到其中两个人 还在喘着气 才忍得冯王海呀 用这个 这个小口径的步枪 盯着脑袋 砰 就步枪啊 三分钟之内呀 萧家一家四口被这两个小子就给灭了门呢 杀了萧鸿伟的全家之后 他们立即冲到不远处的四川镇的卫生院的副院长 百惠臣的家中 江利民最恨的就是这个百惠臣 曾经他说过呀 放过谁 也不能放过他 这百惠臣呢 其实倒挺机灵的 听到枪声就知道不好啊 心里就发慌啊 但是他现在连逃走的时间都没有了 三分钟之后 江逢二人就破门而入 看到面前两个杀气腾腾的小子呀 这百惠臣吓得呀 赶紧下跪求饶啊 江哥 江哥 我得罪你了 你杀了我吧 过不及欺儿 我求你 放过我老婆孩子呀 江利民 阴沉着脸说 你让我放过你 你那时候 放过我了吗 老子今天 就要杀你全家 百惠臣说 我那时候也没有赶紧杀学呀 你不能啊 江利民没等他说完一句话 开枪就打呀 砰 百惠臣脑袋呀 顿时就被猎枪子弹轰掉了一半啊 惨死当场啊 这时候冯万海举起了枪 对着吓得大哭起来的女人和孩子 又问江利民了 哎 他老婆孩子杀不杀呀 江利民说 你傻呀 刚才都杀了 现在不杀吗 说杀了全家 就杀了全家 你问个屁 话音落下 冯万海 扣动了班级 碰碰碰 白惠臣的老婆 还有他的孩子 被乱枪打死 五分钟之后 百家呀 也被全家灭门呢 三下五出二 这俩小子呀 就杀了十二个人了 以上都是在杀 江利民的仇人 下面就该杀这个 冯万海家的仇人了 两个人呢 就拿着枪 开着江利民的这个破车 冲到之前 同冯万海一起打架的 那个曹学军的家中 这个曹学军呢 正好喝酒啊 不在家 只有他的老婆 叫做白雪 这个女人在家 冯万海红着眼睛 他恨这个曹学军呢 用枪就抵着这个白雪的头说 你男人去哪了 这白雪就是一个农村妇女呀 哪里见过这种场面呢 惊恐之下 白雪结结巴巴的说 他他他他去 去寄一火锅城喝酒去了 大兄弟啊 你你你别杀我 你记不记得 你上次来我家 还是我亲手给你烧的菜呢 我亲手给你打的酒呢 冯万海就像没有听到一样 毫不犹豫的 对准白雪的脑袋扣动班西 砰 又抱了一个头啊 杀了白雪以后 这两个人继续扛着长枪 大摇大摆的 在街上走来走去 这时候直接就去 刚才这个女人说的 那个火锅城啊 就去找这个曹学军去了 当时啊 有路人看到了 这俩小子扛着的枪 在大街上走 都有点傻眼的 这干嘛呀 但是无论如何 想不到这两个人 开始进行一场屠杀呀 路人误以为呢 这是民兵去炼 或者说去山里打猎 没当回事 也没有报警 话说两个人就这大摇大摆的 扛着枪 就进入了火锅城正门 四处就寻找那个曹学军 江丽明的眼睛尖 闭眼就看到了 派出所所长周守方 正在这里吃饭 哎 他大喜过望啊 要知道 这两个人最大的仇人 可就是这个周守方啊 江方二人呢 之前已经计划了很长时间了 最终认为啊 这个周守方有枪 又经常在公安局里面 他是最难对付的 他们计划是最后去他家里 去堵这个周守方 如果堵不到 那没办法 就得放过他了 可是没想到 踏破铁鞋 吴密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歪打正着 就碰到了这个仇人周守方了 哎呀 你说去杀这个曹学金 居然遇到这个最大的仇人周守方 两个人是又惊又喜 根本就不说一句话 举起枪就打呀 周守方啊 那当警察所长呢 眼睛也尖 眼看两个人拿着枪 就闯进来了 但是呢 他没想到这俩小子真敢杀人呢 当时啊 有流氓打架 还有这个街头上闹事的 经常会有这个拿猎枪 拿火药枪对壳的 周守方估计这两个人呢 可能是喝了酒 来火锅城 寻衅滋事了 吓他们几句就完了 没想到 这两个人确实来夺他命的呀 为啥这个周守方就不觉得 这俩小子是来杀人的呢 因为主要这个周守方认为自己 跟他没什么深仇大恨 两个人呢 也没犯什么死罪 哎呀 没想到这两个小子真会杀人呢 所以啊 这个周守方随身携带了一把七七式的手枪 但是根本就没拔枪 只是站起来大声的还吓唬这俩小子呢 哎 你们俩干什么 话音未落 周守方就被砰一声 就打翻在地呀 随后啊 又被两个人上去 连捕树枪 砰砰砰砰 当场毕命啊 江丽明就从这个周守方的身上 拔出了那一把七七式的手枪 还有六发子弹 随手就放进了自己的衣服袋里 枪没响之前 哎 这个曹守军呢 倒是一个机灵人 他呢 见到势头不对了 一看这俩小子进来 就知道这是有事啊 哎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翻墙跑了 江峰二人追到厨房 没有找到 曹王学军 两个人很不高兴的 冲出火锅城 再去杀别人 嘴上还说 他妈的 便宜这小子了 剩下这些仇人呢 居住的呢 都比较分散 江丽明的破车呀 哎 关键时候掉链子了 发动不了了 他们决定当场 抢一辆车 两个人就那么 公开的哈 公然的 站在这个大街街头 持枪 下车 就拦下了一辆 北京吉普车 开车的司机 镇上的工人 张喜春吓得是浑身发抖啊 大哥大哥 你们你们你们干嘛 要拿车拿车 我和你们无冤无仇啊 话音未落 江丽明 杀人都眼红了 抬手就是一枪砰 哎 还好啊 没打到这个司机的要害 张喜春 疼得在地上 自打滚啊 双方呢 也没什么深仇大院 所以呢 这个江方二人 就没对这个司机补枪 开着车 大摇大摆的 摇摇晃晃的 就把车也开走了 随后两个人 又冲到卫生院院上 侯称亲的家中 农行职工 刘守春的家中 个体药店的业主 纪文华 赵电林的家中 还有个体运输户 刘贵杰的家中 个体户 黄福斌的家中 连续杀死 杀伤 十九人呢 将这个四战镇的仇人 全部都杀光了 两个人又驾驶吉普车 开往五里明镇 干嘛呀 他们要杀这个镇子 派出所的所长 刘志敏 这刘志敏和这俩小子 有什么仇呢 据说呀 是这个刘志敏呢 带领民警呢 去歌厅里啊 去查人 冯万海被查的时候 出言普逊 就和这个 这个刘志敏杠上了 当众就被这个刘志敏 扇了一戒耳光 冯万海就觉得 这是一辈子的奇耻大鲁啊 但是刘志敏这个人呢 运气还不错 他当天晚上不在家 没有被这个二人给杀害 后来呀 这个刘志敏知道 出了大事之后 再也没敢回家 上面掉了几个这个 持枪特警 就在他家里啊 保护这个刘志敏 这时候这俩小子 已经杀了几十个人了呀 那可以说是杀红了眼了 都已经丧心病狂了 在高速驾驶的过程当中 他们发现一个农民 叫做高战武 站在马路中间挑担子 人家呢 就是走自己的道 但是呢 有点挡住了他们车道 江丽明 呸呸呸 摁了几下喇叭 这高战武呢 没有避让 哎呦我天哪 这江丽明二话不说 踩起油门 砰 就把这个农民呢 给活活的给撞死了 没多久 这车的汽油用尽了 他们分别又在屋里明镇 还有新兴村 抢劫了两辆吉普车 将车上的四个人 全部打死 打伤三人 到了晚上八点半的时候 考虑到警察一定会来追击啊 追查车刑 这两个人就把车子给扔掉 再次抢劫了一辆吉普车 将车上四个人打死一人 打伤三人 随后他们驾车 向着赵元县的方向 急驰而去 准备继续去杀人了 听到这里 听众朋友可能说 老刘你就在这胡说八道吧 胡不胡说八五八道 自己可以摆动一下哈 两个人就从晚上六点钟开始杀人 杀到晚上八点半的时候 前后两个多小时 警察干什么去了 警察怎么不出动 围捕他们呢 放在这个年代哈 只要有人拨打110 10分钟之后 那警车必然会赶到事发现场 全副武装这些警察呢 立马就会和他们枪战了 但是你要知道这是九五年 在那种比较落后的小镇上 这个事就丝毫不稀奇了 话说呀 当年的那些乡镇的那些片警啊 平时主要就是调解一些民事纠纷 抓赌抓嫖之类的 根本就没有这种快速反应能力 以四战镇为例 一个三万多人镇子上 居然只有四名警察 其中一个还在休假 另外的这个所长已经被干掉了 就剩下两个警察在所里执勤了 九十年代的中后期啊 黑龙江这个地方啊 治安很差的 赵东市虽然不大 但是案件呢 却摆出 几年呢 这个几乎都有重大案件发生 至于抢劫打架之类的 更算不得什么了 同年仅仅一个孙成福的团伙 就抢劫作案二十五起 这点警力自然是严重不足啊 十八点四十分 也就是李永斌被杀之后 他的妹夫就已经报警 并且呢 将李永斌呢 送到医院了 可是没想到派出所的一个值班的两个民警呢 根本就没想到是杀人 认为可能又是流氓打架 他们留一个坐镇派出所 另外一个不去现场调查 居然跑去医院里去询问伤者了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你说这个警察真跑到现场 那指不定还连那两个小子也干掉啊 可是呢 这个李永斌呢 已经抢救无效死亡了 其他几个人也都死了 找不到活口询问 这警察没办法呢 只好又回到这个派出所了 所以呢 这两个人在大街上 如此大开杀戒 根本警方处理不过来 正在闻难的时候 留守这个派出所里边那个民警啊 却不断的就接到报警了 说镇上有很多人被人开箱给打伤了 两个警察到这时候反应过来了 这出事了 大事不妙啊 焦急之下 他们赶紧找这个镇领导去汇报情况 搞笑的是啊 到了这个地步了 镇里面还居然不知死活呢 误以为啊 只有那么一两个人被枪杀了 可能出现了这种恶性的枪杀事件 镇长啊 怕什么事呢 怕这个事闹大了 丢了乌纱帽 召集了25个干部 八个治安这个治安员 分别处理现场 哎 你就这些人去处理现场 能行吗 实际上又拖到了 大概晚上七点十分左右 到了现场 这群人就发现了 卧槽 这咋的打仗了呀 遍地都是死人呢 全部都目瞪口呆呀 急忙就跑回来汇报了 镇长这时候才知道 镇子上已经死了二十几个人了 这么大的案子 镇长可不敢再隐瞒了 只好迅速的就将这个案情上报到了赵东市公安局 赵东市知道死伤超过二十个人呢 也不敢隐瞒呢 迅速去继续向上面黑龙江省的公安厅继续上报 很快省里边的领导都知道了 也全部的震惊啊 这种极端恶劣的杀人案 那在全国也是极为少见的呀 省委书记月齐峰 省长田凤山 先后做出重要批示 哎呀 要不惜一切代价将案犯捕获归案 话说这些领导啊 派着这些刑警啊 连夜的就赶赴现场指挥破案工作 省公安厅下令立即追捕 这样呢 赵东市的公安局啊 组织了一百二十名警察开始进行追踪 但是直到晚上八点四十分 接到西巴里乡的群众举报 才发现呢 这两个小子的踪迹 这个时候丧心病狂的两个人 已经杀死杀伤四十几个人了呀 晚上九点十分 警察们这时候携带冲锋枪 就追到了西巴里乡 群众反映 两个持枪的小伙子驾驶机部车 刚刚离开 警察们立即啊 就沿着公路 就追了下去 发现吉普车被丢弃在了路边 这辆车也没有油了 两名凶恶的歹徒啊 正在路边 哎 不行 撒鸭子还跑呢 发现大批警察追到 江峰二人知道这是末日来临 立即就向这个 路边的树林里拼命的狂奔 警察立即开枪侍警 随后就从四面八方包围了过去 晚上九点四十分 双方相距是越来越近 树林里面很黑 双方相距大概一百米的时候 警方发现了江峰二人 到了这种地步 那投降不投降 那肯定都是思路一条了 江峰二人就开始开枪顽抗 冯曼海首先用这个小口径的步枪 开枪射击 碰碰碰 冲在最前面的联防队员 孙景才重弹 被打伤了 话说这两个小子训练 还没算这个白训练哈 警察们见到 歹头开枪 立即就用五六式的冲锋枪 对准他们进行扫射 哒哒哒哒哒哒 那猎枪哪里是这个冲锋枪对手啊 瞬间就被警方给压制住了 在这里呢 老刘啊 给大家进行一番这个知识普及哈 有些人认为呢 这个老刘经常说这个五六式的自动步枪 写成冲锋枪 是不懂行 其实呢 当时我们这个军队里呀 压根就没有自动步枪这个词 五六式自动步枪呢 就叫做冲锋枪 简称呢 五六冲 直到八一式这个出现的时候 才正式叫做自动步枪 为什么这么久把这个自动步枪叫做冲锋枪呢 主要还是我们那个军队呀 有些保守把自动步枪当成冲锋枪来用的 说过了这个 只见警方那时候啪啪啪 哼哼哼哒哒哒哒 几十发冲锋枪子弹扫射过去 这个7.62毫米的子弹威力呢 是非常不错的 100米之内啊 轻松就可以射穿400毫米的大木板 树林中这个小树啊 根本就抵挡不住 冯万海一支小口径的烂枪 哪里能是警方的对手啊 当场身上就被打成了血窟窿啊 倒地身亡了 这边凶悍的江立明 见到同伙 被警方开枪打倒在地 仍然拒绝投降 他使用双筒猎枪对警察 砰砰 连开两枪啊 这个猎枪的子弹 穿透力是有限的 绝大部分 全部被这个树木就挡住了 都没有被击中 不过呢 还有个别的这个散弹四散 造成几名警察的皮肉伤 但是根本算不了什么呢 就在江立明换子弹的时候 一名警察就发现了他 立即开枪射击 砰 一发子弹 就射穿了江立明的腹部 江立明啊的一声 坐倒在了地上 到了这个地步 这江立明啊 还真挺狠的 坐在地上 仍然在顽强的还击 这时候连站都站不起来了 坐在地上开枪 碰碰 面对四散的散弹呢 这警察呀还不敢逼得太一劲 只能暂时卧倒躲藏 随后江立明就一边爬 一边拖着枪 爬到了一处低海的灌木丛里面 这边啊 警方对准江立明可能藏身的地方 反复就进行扫射 但是啊 天黑临密 子弹一时 也打不到躺在地上的江立明 在这里需要跟大家说的一下是呢 这个负责指挥的这个警察呀 还是上道了哈 他认为这个江立明呢 已经负伤 四面又被团团包围 江立明不可能逃走 穷寇莫追 就没有必要让自己这边的警察呢 冒着生命的危险 上前突击了 这和我讲过的很多案子哈 这个是不一样的 警方呢 以前我讲过的 用大炮去去打洞里的那两个汉匪 结果自己伤了好多人 死了好多人 那个案子 在讲那个身枪万光绪 一个人对过好几十个警察 那也是受伤一大骗 总之呢 哎 今天这个这个这个警察呀 挺上道的 等着 等着 这时候呢 江立明啊 已经负伤非常严重了 肠子都拖出来呀 但是这小子就只 横啊 坚决不投降啊 这边 江立明负伤惨重 不断的向外开枪 先后 哎 打了长达 四十分钟的枪啊 双方就坚持到了半夜十点半了 江立明 失血过多 视线模糊到看不清 几米外的人了 他自知 重伤不治 也无路可逃 还是不愿意投降 他拿出周守方的那把七七式的手枪 对准自己太阳穴 砰 就一枪结束了自己的性命 至此啊 江逢二人都送了命 这也是罪有应得了 这也是罪有应得了